政治课题方面击打巫统西区部 今天重选区部主席 结果上一回以一票之差 胜出的区部前宣传主任 纳都木浩默·西兹里 这次也243张多数票 在四角战中突围 将近500名代表今早投票 西兹里最终的票数是357票 而主要对手也就是原任主席 纳都木浩默·达佐丁 只获得114票 另外两名参选人 只获得17以及3张票 西兹里受访时承诺 会争取时间全力以赴 备战即将来临的6周选举 希望重夺击打州政权 至于达佐丁则解释 自己实际上早就想退选了 但无奈已经过了退选的时限 在3月18号的党选中 这两个人分别获得229和228票 巫统后来宣布重选 而且对他的参选对 一千个人分别获得 主要的党选中 最后最后一件事 是最后一件事 全新所有的党选中 都不忍着 都有一个党选中 而这一件事 就是加上